这个女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真子突然从电视里爬了出来 黑妹被吓傻了 赶紧吃点薯片压压惊 真子慢慢起身 脑袋里好像溅水了 黑妹生气了 看到有人不怕自己 伸出双脚想要掐死黑妹 黑妹突然意识到害怕 只见真子越靠越近 没想到黑妹打出直拳 把真子给打懵了 黑妹又抓住真子脑袋 小样的还在上窗下跳 黑妹举起左手 一记生龙拳再次打向真子 紧接着又是一脚 再抓住真子用了撞去 真子都被打傻了 突然意识到自己是鬼 立马一拳干了过去 黑妹想要反击 真子又飞起一脚 踢死了黑妹 小花听到动静 却什么也都没有 一看沙发后面 黑妹已经凉凉 就在半小时前 黑妹悲声地告诉小花 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前几天看了一个录像带 上面带有神秘的诅咒 花音刚落黑妹流出鼻血 诅咒也太灵验了吧 突然黑妹感到无法呼吸 眼看着黑妹就要窒息而亡 没想到她开始坏笑 原来是个恶作剧 这可把小花吓个半死 可黑妹又突然开始抖动 好像开了震动模式一样 难道这就是乐极生悲 一路抖动摔倒在了沙发后面 站起来是满口白沫 小花人都傻了 可此时黑妹又开始坏笑 原来又是恶作剧 他们正在给死人做心肺复苏 用于一锤鞋子都飞了 甚至还做起了人工呼吸 小黑赶紧跳到身上 疯狂地抽着巴掌 一锤 两锤 三锤 家里人看不下去了 小黑抬手就是一棒子 两人都是黑妹的前男友 无法接受黑妹的离去 小黑非常希望黑妹能够重新活过来 就这么一来一回中 棺材都给绊塌了 大山更狠 直接拔下了电线 一垫下去 小黑可就遭殃了 随着大山被扔出去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晚上小花拿出导致黑妹死亡的录像带 电视出现白色圆圈 紧接着一个女人梳着头发 还梳了两米长的夜毛 小花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在此时电话响起 里面说一周后 小花就会死掉 于是立马起来大师 一起看看录像带有什么古怪 画面出现一个烟囱 紧接着女人又出现了 不过鼻子上停着吃蚊子 大师有强迫症 拿起苍蝇拍就上手了 女人被打得呲牙咧嘴 女人不甘是若用苍蝇拍回礼 随后又一口浓潭吐在了大师脸上 然后还假装不知道是谁干的 大师可不是好惹的 一把就摸过女人的头 上去就是十几个大嘴巴子 此时男人赶紧上来拉架 大师和女人谁也不服谁 看着女人不服自己 直接上去拔下了一把头发 女人疼得抱头痛哭 大师上去又是一泡子 直接把女人彻底的干服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女人弯腰查看时 真子突然出现 女人察觉不对劲 却没发现身后的真子 这时灯光突然开始闪烁 真子拿起电锯就要锯了女人 女人不甘示弱 随手也拿起一把电锯 真子开始嘲笑女人 却不小心锯断了房梁 女人立马拿起斧头防身 真子眼见不妙 抓过男孩当做人质 女人求真子不要伤害男孩 男人出现 要用马来剑砍死真子 男孩一看赶紧转身抱住了真子 女人立马开启嘴对模式 温柔的劝说感动了真子 真子放开了男孩 随后变成了纯真少女 就在这个时候 外卖小子推门进来 真子就这么掉进了古锦里 男人赶紧盖上800斤的盖子 电影到此完结 这是一部非常搞笑的无厘头电影 里面的许多情节都让人捧腹大笑 短短几分钟 无法向你完美地呈现所有精彩内容 虽然这是一部很早的片子了 但是如果现在的你状态不好 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给你带来快乐 让你重拾信心 努力向前 加油吧少年 我是蓝蓝 祝你幸福